国足使出吃奶力气逼平巴勒斯坦队,李皮的主场羡慕演出,并不完美文要是华国足亚洲杯,北战国内的最后一个对手是巴勒斯坦队。 很显然这样的安排本来是想帮助国足提高信心,但现实的结果是居然提升了巴勒斯坦的信心。 全场比赛中国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逼平了巴勒斯坦队,李皮的主场羡慕并不完美。 很显然,考虑到李皮在国足的指教已经进入到季时,安排巴勒斯坦队这样的对手用意是很明显的。 比如巴勒斯坦长期处于战乱地区,基本上没有职业球队,与这样的一支球队交手,带有明显的虐猜的意味,但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,蛮讽刺的,不提不知道,已经很奇妙。 巴勒斯坦的中场实力居然在国足之上,他们对边路的支援和分球,远比中国队更合理一些。 本场比赛表现最佳的球员居然是严俊令,要知道一支球队,如果他们将来折仇的话,我也是罪了。 客观而言,双方各踢了半场好球,上半场中国队的机会明显多一些。 可惜除了冯霄亭的鬼使神差的投球破门属于五星差有六成一之外,无类和高林在进区内的发挥,一如既往的相隔优秀后卫,也许是中国队门前把握机会的轻虚程度,极大的鼓励了巴勒斯坦队。 下半场巴勒斯坦自知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足球队,居然围攻起了国足,并在六十三分钟利用一次谐传打乱中国队防线,由以斯拉姆洞穿国足球门,一比一的,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。 国足逼平了这支业余球队,显得更业余,这很可能是李皮指教国足的最后一个逐场比赛了。 想想两亿多的薪水和国足现在的表现,韩乔生说的对,这好的司机给辆渔车,也上不了高速,李皮已经不需要证明什么,但李皮走后国足的一地鸡毛又证明了什么。